第四節 期望 有功夫 就會有財富 歡迎收看功夫期貨 我是齊王傑帥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想要學位技術分析戰勝起貨 現在就可以拿出你們的手機 掃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過LINE ID直接搜尋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帥的功夫 起我粉絲團隊 跟著杰帥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我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 务必记得帮我一个忙 请记得帮我的影片 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帥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我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 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 身边有操作期货 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 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了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9号 台北股市现货 以及6月7指在今天开低之后 震荡走低 我们来回顾一下 整个6月7指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6月7指开盘呢 开在21865 最高只有反弹到21907 接着行情开始往下灌杀 最低来到了21735 那当然了 今天这个行情啊 到底要怎么操作 才能够把它变成钞票呢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开盘价 绝对不能站在买方 如果今天开盘价站在买方 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你不但赚不到 而且可能损失150点以上 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判定 今天这个开盘价 它虽然开低 但是你依然要持续的站在卖方 这是有技巧的 我想在等一下台子期当中的技巧里面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其实在这个 我的直播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介绍了两三年 真的是屡事不爽 今天我们再用这个技巧来判定 你就会更清楚了 好那接下来大盘的行情怎么看 今天大盘回档之后 是不是代表大盘的多头行情 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就从技术线型 会跟大家来分享 我对大盘的看法 好讲到台子期的当中操作 我说过了 每天开盘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一下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 就代表多方控盘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下 就代表空方控盘 紧接着还要观察一下 加台子期货 6月期止今天开盘的时候 第一分钟的成交口述 我说过了第一分钟的成交口述 非常重要 如果说超过2000口 就叫做爆量 开低如果爆量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低点转折 如果开低没有爆量的话 就代表开低不是低 后面还有更低点 那用这个方法 你就会知道开盘价应该要做什么动作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今天的技术线型 各位可以从技术线看到 今天台子期其实并没有开很低 开盘了之后只有跌个12点 那当然它还是持续的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今天原则上是多方控盘 那这时候投资者也问一个问题 老师那开低是多方控盘 为什么今天会下杀 接下来的重点大家就要认真听 虽然今天是多方控盘 但是6月期指今天却开低86点 而且重点哦 今天开低86点的时候 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既然只有1000多口 并没有达到2000口的水位 那我讲过只要没有达到2000口的水位 就代表没有爆量 开低没有爆量 那么开低就不是低 后面还有更低点 因此今天一开盘是万万不可以做多 如果今天一开盘做多的话 一切都完蛋了 因为你的多单一定会停损 而且这个停损的点数 应该至少100点到150点之间 所以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必须要站在卖方 就算台子期开低86点 你还是一样要很有把握 而且勇敢的站在卖方 这个就是学技术分析的好处 其实这个方法我已经教大家两三年了 如果你有天天收看我直播节目的话 你都会知道 开低如果没有爆量 代表开低不是低 后面还有更低点 所以一开盘的时候 你又要站在卖方 并且进场直接做空 因此我在今天给我们的 全体好友的建议是 要等它拉回才能够做多 逢拉回才能做多 逢拉回做多为上策 不能再一开盘做多 好这是今天台子期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小技巧 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台北股市跌下来之后 到底多方的格局改变了没 我跟大家讲没有改变 那今天基本上 它只是一个涨多休息的格局 那当然也碰触到了这个五日的均线 当然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 明天赶快把这个五日均线 把它给站上 那么多头的行情就持续延续 而且在今天开低之后坦白说 MACD的柱状体并没有因此而翻黑 所以现阶段我只能说 是一个涨多拉回的格局 不足以影响到整个大盘的多方趋势 大家不要以为跌一天一百多点 行情就结束了 这个很多人啊 包含分析师啊喜欢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真的是乱七八糟 完全没有技术分析的素养 那当然在这地方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拉回啊基本上是一个涨多休息 没有影响到整个大盘的趋势 那我们这些看一下MACD的说明 MACD柱状体现在还是在零轴上方 MACD跟DIF形成黄金交叉 多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空单基本上只适合短线当充操作 虽然今天一开盘可以做空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空单基本上你只能够做一下当充 不要去流仓 因为这个流仓的风险太大了 而且我讲过了 现阶段的台子期你根本不需要当充 每天区间都这么大有一百七十几点 拜托 你当充可以赚一百七十点 你的流仓干什么 流仓还有风险 而且你不一定流队 所以雷是只要把当充的方向抓好 基本上你每天要赚个一两百点 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何必要去冒险去流仓呢 而且现在流仓空单等于逆势在操作 我也不建议这样操作 因此空单只适合短线当充操作 那当然KD指标现在持续在80以上 那80以上的话 这个行情基本上我认为还是会震荡走多 因为21,500点只要没有破的话 我认为这个多方的架构还是非常的完整 并没有随便的遭受破坏 而且今天才跌100多点 坦白讲连续涨了那么多天 涨了那么久 跌个100点那又算什么 而且你不要忘了这段行情上来 它有很多黑K棒 也没有影响到它的结构 所以不会因为一天的行情就改变趋势 因此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说明 KD指标的K值低值RSV 目前接近80超买区 大盘仍然持续偏多 我还是看多哦 我没有因为今天跌就告诉你 哎呦完蛋了 行情接下来就要开始 开始往下跌个5000点6000点 没这回事哦 我们一样持续看多 压力就观察22000点就可以了 好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我讲过的这份资料 我们每天都会给我们的好朋友 群组里面所有的好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投资朋友 如果你也喜欢这份资料的话 很简单 欢迎各位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 你完全都不用花钱哦 只要你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技术分析资料 那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直接扫描这张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ID 去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技术分析资料 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哦 第一次加入的好朋友 请你一定要记得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当你加入我们lite的时候 如果没有回复任何讯息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加入 也看不到你 所以就没办法把这份资料 传送到各位你们手机的LINE里面 只要你们回复888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资料 秒传送到你手机LINE里面 你就不用找来找去了 那另外一点 各位也可以利用我们这个Lite 对话视窗的右上角 各位记得在对话视窗右上角 一个记事本的功能哦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 各位投资朋友 你们在使用LINE的时候 我相信你跟亲朋好友之间的LINE 对话视窗的右上角 也都有这个记事本的功能 很好找 不会很难 在记事本里面 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 都会统一把这份资料贴在里面 让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能够很公平的在9点半 统一的看到这份资料 每个人都公平哦 9点半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欢迎大家多加的关注 并且利用我们记事本里面 每天重要的资讯 好的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就是为了赚钱嘛 那么认真的学习 当然就是要有所收获 那学了技术分析之后 真的可以成为赢家吗 我跟大家讲 虽然不是100% 但是你只要学得好 而且懂得灵活运用的话 90%你可以成为赢家 就像今天我刚刚讲过了 杰帅学了30年的技术分析 什么行情 基本上都骗不了我 像今天虽然开低 我敢讲一件事情 投资朋友看到开低之后 很多人都拼命想做多 为什么 因为最近大盘都在涨 所以很多人看到低点之后 就以为说今天有低点 有便宜可以减 就进场去做多 那其实这根本都是在财行情 一点都不科学 最科学的方法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 他今天到底是多方控盘 还是空方控盘 而且你要研究一下 台子期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到底有没有2000口以上 这个我教过大家 不知道几百遍了 讲到烂掉了 如果你学会我这一招的话 今天开低的时候 你看到他没有爆量 2000口以上 你会很明确的知道 开盘价就可以直接做空 站在卖方 而不是进场去做多 那今天做多的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 你保证是用拆的 用感觉的方式在操作 操作这一种台子期 如果你用感觉 用拆测的方式操作的话 就代表你是用赌博的方式在做 没有一个赌博的人会赚钱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相信我的话就对了 尤其是做金融商品 你只要用感觉 用赌博的方式去操作 你绝对会输个精光 那当然在这地方投资朋友可能会说 老师你是专业的分析师 你当然要学技术分析 可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事业要忙碌 怎么可能跟你一样 每天学技术分析 所以你才需要我啊 为什么你需要我 为什么我每天要录直播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够曝光 让更多的投资朋友 能够因为我的专业 而得到更多的帮助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 你们为什么可以跟着我 放心的跟着我 因为我把多年来的技术分析的 智慧的一个结晶 再搭配人工智慧的高速运算 我研发出了一套大碳级系统 在大碳级系统里面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闪电指标 这个闪电指标 我不知道介绍几百遍了 他是利用大数据运算的方式 在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所做成的指标 8.45分 就可以迅速的判断多空方向 我们都知道电脑运算的速度 比人脑更快更精准 所以这一开盘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还看不懂行情的时候 AI人工智慧就已经透过技术分析 去计算出来开盘价 到底该做多还是该放空 如此一来开盘价 你就可以直接进场 根本就不需要拆 不需要等待 那这就是当充必备的领先指标 就像今天开盘价 各位开低怎么办 各位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没有关系 打开我们系统 你马上知道怎么做 来他告诉你进场做空 有没有很快 是不是很直接了当 完全不拖泥带水 这个就是人工智慧AI的一个好处 完全不啰嗦 完全不拖泥带水 直接了当给你答案 开盘价你就知道要做空的话 我请问你 今天这行情能不能大赚一票 当然可以嘛 因为开盘几乎就是相对高点的嘛 你空在这地方 纵使他弹上去 没有打到很停损 还是可以赚他150点以上嘛 所以如果你有这套系统 基本上你会在21865直接进场做空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指 当然这笔单做完之后 来到了9点36分 我们也出手做空了哦 因为整个大盘先过开盘之后 我们发现今天的台指期 他的成交口数并没有达到2000口 所以我们再加空一笔 看一下简讯内容 6月7日目前的报价 21819附近 收讯之后不管加益多少 直接做空两口大台指 这是今天全体其中会员的讯息哦 我们直接空单进场在21819 换言之 今天我们总共空了两笔 第一笔叫21865开盘价 第二笔叫21819 空完之后行情就一泄千里的跌下来 那么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知道 今天必须在21735这附近 把空单回补掉勒 非常简单哦 当你拥有了大碳级期货系统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想也不需要猜 因为这道系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这个功能在一开盘的时候 他就会计算出台指期 当天当冲的高点转折 以及低点转折 那高点转折多单 我们就知道要在哪里出掉 低点转折 我们的会员也会知道空单要在来补掉 以今天来讲 今天最低点21735 我们的系统 其实在一开盘的时候就计算出来 今天可以逢低承接 预挂作多的价位叫21750 那如果在这地方要21750 要做多的话 要预挂作多的话 请问你空单是不是要全部补掉 才能做多 我讲的没错吧 因此做空停利看支撑 今天早上开盘价做空 撒下来再加空 总共空了两笔单 来21865开盘价空 跌下来补掉230点 21819空 跌下来补掉 赚了138点 这两笔空单就368点 就7万多块了 那7万多块 那你就可以随便便就可以参加结帅半年的会期 而且同时拥有两种商品 一个是我的抠讯 一个是我的大碳级系统 那这个费用的部分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那如果说你有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会真正做多的点位 应该是在21750 那当然今天盘式比较弱 所以来到11点48分 我就赶快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有软体的会员 按照今天的地线转折支撑 21750做多者 建议短线21780附近就出场 21780就要赶快出掉 因为今天盘比较弱 所以各位今天一样可以做三笔交易 首先早上开盘价要先放空 要站在卖方不能做多 接着我们再加空 全部补掉 各位刚刚看到一比230点 一比138点 最后短多赚60点 总共涨跌428点 叫做85600块 一天可以赚8万多块 你为什么要担心汇费的问题 投资朋友 你的价值观真的要改变一下 如果你老是省小钱赔大钱的话 你早晚会把你的钱输光 结帅不希望看到这种遗憾发生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要做奇卧的话 就一定要有专业的工具 或者是专业的分析师来带你操作 你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否则你的方法只要错误 你的结果永远不可能对 因此不要省这一点点钱 真的 只要你愿意 花这一笔钱 你将来就会知道 结帅今天所讲的这些 全部都是真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台子期当中的一个日盘交易的战果 好讲完了台子期日盘交易之后 我们再来谈一谈选择权的交易 讲到选择权的交易 我说过了 全市场的小资族都很喜欢来找结帅 因为只有结帅可以救他们 可以帮助他们 为什么 因为啊 只有结帅 唯一一位分析师 在这个投股界里面 成立了选择权当中班 也只有这个选择权当中班 才能够成为小资族的救星 为什么这样说 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做法就知道 小资族很认真听哦 我们的选择权做的是买方策略 买方策略我们都知道并不需要太多钱 就可以做一口选择权 因为你最大损失就是权利金 所以你只要有几千块的权利金 基本上你就可以做一口选择权 买方 那当然我们又做百分之百当中 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 自然就没有归零的问题 就算小资族只有10万块 都可以跟着结帅来做 而且可以东山再起反败为胜 我们用抠讯带单的方式 带你进就会带你出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早盘是不是放空 所以选择权也同步买进卖权 各位今天的卖权威力很大 我们在78年买20口 直接看一下抠讯 9点37分我们出手了 5月第5周选择权21850的卖权 现在报价在78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20口 各位买20口只要7万8 这对于10万块的资金的投资朋友来说 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因为你的资金小 就放弃了你东山再起反败为胜的机会 来找结帅让结帅来挺你 让结帅来帮助你 用这个选择权 这个商品来让你的反败为胜 当然这7万8买进去之后 我们都知道78年买进去之后 最高充在155点 如果在1点的时候全部卖掉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 我们直接来看答案就好 来来到11点31分我就告诉会员了 会员请注意选择权手上所有的部位 最慢1点的时候出清 那1点的时候是不是成交123 有没有看到 那1点出清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78年 你买20口 123点出场20口 你随随便便就可以赚4万5 有简单吗 你拿78,000赚4万5 CP值高不高 非常高啊 所以小资主赶紧来找结帅 如果你现在束手无策的话 让结帅的选择权当冲班 帮助你每天累积 价差 每天累积财富 你很快就会东山再起 那不然的话我相信 如果你离开金融市场的话 我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其实这市场上 还真的有高手可以帮助你 只要你愿意找结帅 结帅的选择权当冲班 每天一定出手 每天一定带你抓价差 就像今天 4万5千块等于大台值的225点 那我相信以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 你很快就能够累积到一定的财富 再重新出发 所以在这边跟全国的小资族说 如果你想要反败为胜的话 就赶紧来结帅 来找结帅 让结帅的选择权当冲班 帮助你一臂之力 好了 这以上是今天的台紫棋 跟选择权的日盘交易 讲完日盘交易之后 我们来谈一谈 台紫棋的夜盘交易 更正 讲到这个操作之后 我们来谈一谈 今天的一个日盘的交易 我要讲的就是今天日盘的交易 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要提到日盘的交易 因为今天 基本上我知道有很多人不能盯盘的关系 所以错过了今天这个美好的行情 其实每一天都一样 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盯盘 或者是不想盯盘 而错过了无数的好行情 在这情况之下 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不用盯盘 然后达到操作赚钱的效果 有 只要你用对工具 基本上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 人工智慧 它可以帮你做盯盘的工作 就像我们这套系统 它现在有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完全在帮助我们会员做盯盘的工作 那至于怎么盯盘呢 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的会员朋友 基本上都是把系统装在他们的手机里面 我们都晓得手机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东西 当你走到哪里 你就可以用到哪里 就算你人出国在外 只要能上网 一样可以使用它 对不对 而当你把这套系统装在手机之后 如果不能盯盘怎么办 很简单 只要把系统的当中指标打开 再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除了盯盘之外 而当我们系统出现任何的买进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它就会发出叫声 当你的耳朵听到叫声的时候 你只要去看一下 我们的系统出现什么讯号 然后跟着做动作就可以了 那请问 这样你还需要盯盘吗 不需要 你没有在盯盘 你不晓得行情怎么变没有关系 我们的系统会帮你盯盘 你虽然没有在盯盘 但是我们系统会提醒你出手动作 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此听到声音在看讯号动作 操作其后就不用盯盘了 我们的系统会带进 也会带出让你轻松操作 那当然讲到操盘软体 我说过了 投资朋友如果你使用过的话 你一定知道 一定有不愉快的经验 因为坊间一般操盘软体 我看过1000套以上 没有一套能够实战赚钱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坊间一般操盘软体 你只要拿到手你会发现 你会看到五颜六色的指标 五花八门的模组 根本就目不暇及 你根本就不想该怎么判断 该怎么选择 而8.45分就要打仗了 在这么多指标模组里面 你怎么可能每天都选对 所以你当然要赔钱嘛 那有鉴于此 为了要改善一般软体的通病 我可以把我们这系统的当充指标 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充指标 单一的当充指标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会员朋友 就不需要去选择指标 完全百分之百 绝对不会选错 而且保证跟我在直播节目 所讲的指标画面 是完全同步的 如果任何造假欺骗 我说了一个会员 我赔1000倍的会费都没关系 因此在这地方 因为有单一的指标 所以我们会员绝对不会选错 而且做法更是简单 只有两种做法 首先第一个做法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新兴符号 就自然就可以停力出场了 有没有很简单 只有三种讯号 你一定看得懂 做多放空停力 做多放空停力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今天日盘 如果你是属于 白天不能盯盘的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日盘的 指标怎么做 首先今天日盘做了两笔单 一笔单是多单 一笔单是空单 早上有先出手 做一趟短多 但是这一趟短多并没有获利 没有获利 很快的它就翻空 很快翻空之后 各位这跌下来就113点 你只要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跟着我们的系统来做的话 纵使早上站错别人也没关系 它会修正 等到你看到这个箭头向下的时候 赶快把多单出掉 接着反手放空 空下来之后 一口空单你就赚113点 各位这是在完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掌握到的行情 你不用盯盘 你又可以专心的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只要听到声音提醒训绕 你再去看训绕做动作 不管是出现了迈出训绕 或者是停力训绕 我们的系统都会发出叫声 这里会发出叫声提醒你进场放空 这里会发出叫声提醒你把空单补掉 那这样不是很漂亮吗 一趟空单下来113点 在完全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赚的又轻松又简单 而且一口单113点 等于22,600块 22,600块不够多吗 我相信很多人一天的薪水 可能都没这么多 所以在这地方 你只要用这种方式 每天日积月累的操作 一个月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财富累积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是完全很轻松 不用盯盘的状态下 你就能得到这些绩效 好这第一种操作方式 第二种操作方式 就跟着碳琴星星进场 刚刚讲过了碳琴星星就是停力提醒讯号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行情已经涨上去了 行情已经涨多了 涨高了 它才会出现停力讯号 这时候来到高点千万不要再做多了 空单就要赶快进场了 因为来到高点就是要放空 而当你看到空单停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代表行情已经跌多了 跌升了 这时候低点到了要干什么 当然不要再空了 就要赶快进场去做多 那刚刚各位所看到画面涨这样 今天其实有一段强反弹的行情 在这个星星浮号出现之后 你可以做一趟短多 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在这个星星浮号出现的时候 赶紧把空单补掉并且做多的时候 还是可以小赚大概40点左右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找盘是不是也做多 然后杀下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一笔短多单 这个意思跟逻辑是一样的 而且这两种方式你都可以做 不管你喜欢用哪种方式 在今天你都可以轻松的获利 所以我经常讲 现阶段是高科技的时代 投资朋友如果你做期货 没有一套专业操盘软体的话 千万不要碰期货 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 而且现在一趴的行情就是200点 你做错一趴就要赔200点 真的风险非常大 那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操盘软体 为什么一直强调操盘软体的重要性 因为人工智慧的优势 比人脑实在太强 强大太多了 就拿我们这套大碳级系统来说 它是电脑运算 它肯定比任何人的人脑 更快更精准 比我的人脑更快更精准 我都需要用这套系统的 更何况是一般的散户 任何的法人机构 外资也有法人机构 他们在操盘一定也有所谓的程式交易 程式交易就是人工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千万不要忽视它 以为你的人脑就可以战胜一切 吃点厉害了 你怎么那么厉害 如果你这么厉害的话 现在不会看我的节目 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电脑运算 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带你掌握转折 就像今天开盘的时候 我请问你 你知道可以直接空吗 你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判断速度没那么快 因为你的精准度不够强 所以你开盘的时候 在那边傻乎乎的想 我到底今天该做都还是该放空 最后看到 最近都在涨 你去做多 你看猜错了吧 而我们的系统在第一时间 它就告诉你可以直接做空 你想想看 有这套系统 你哪需要动脑筋 你就完全不用动脑 完全把自己的想法 抛出脑后 跟着我们的系统来操作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它科学客观 它不像你一样 有任何的七情六欲 电脑本身是工具 它没有人性的弱点 因为它不带感情 所以它就可以帮助你 排除人性的弱点 只要你排除自己的想法 完全跟着我们系统来操作 你基本上就可以战胜 人性的弱点 不是吗 所以我为什么要推广 这个买鱼送吊杆的活动 因为我真心希望帮助你 我不希望收费太高 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翻身 所以在这里 我一直持续推广 买鱼送吊杆的活动 只要你买一种 我就会送你一种 我们总共有三种商品 第一种商品大碳级系统 第二种商品 就是奇沃的抠讯 你今天也看到我们抠讯也赚钱 大碳级的当冲指标也赚钱 闪电指标也赚钱 还有选择权的当冲班的讯息 也是赚钱 所以随便选择两种商品 两种商品你可以 这个软体再搭配抠讯 我觉得软体是必备的 很重要 而且你可以使用半年的会期 两种商品都让你使用半年 总共是一整年 我们收费竟然不到六万块 外面的投顾 投顾老师 可能随便一种商品 半年就要卖你六万块以上 我这边是两种商品 不到六万块 所以我真的是想帮助大家 拿出我最大的诚意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拨打我们公司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赶紧来咨询买与送吊杆活动 并且把手续办好 明天开始 跟着我们用最专业 最轻松的方式 在奇沃市场上 成为快乐的赢家 好了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尤其货大师结帅 教您劲笔子 真工作